昨天說到那個傅賢卓,放出三千連環馬軍,萬山遍野橫衝直撞過來。 宋剛前面五隊軍馬看到,都亂走,制止不住,後面大隊人馬也擋不住,各自逃生,有那麼快,是隻那麼快。 哎,宋剛就猛那隻馬,飛鷹那麼跑,那十元大將就湧著他走,在他們後面,有一對連環馬軍掛掛地追著來,幸好得李葵、楊林的復兵,在盧偉林裏面殺出來,就救了宋剛,一路踢到水邊,又有李准、張環、張筍、三軟的六個水軍頭領,彎著戰船在那裡接應。 宋剛急急上船,立刻就落命令,就分頭去接應重頭領下船。 那些連環馬一直追到來水邊,亂戰射過來,幸好船上有藤牌遮實,就射不到,就慌忙將船罩到鴨嘴灘頭,就全部上岸,在水寨裡面點點人馬,哎,慘了! 損失了成大本,不仍是幸運,僥幸眾委頭領都齊全,雖然損失了那些馬匹,就救了一條命。 沒多久,只見石勇、時千、孫申、顧大嫂都逃命上山,他們說,哎,官軍衝殺過禮,總之酒店都拆平了,我們如果沒有船來接應,全部被他們逐了。 但是,宋江逐個安慰他們,總計一下,眾委頭領之中,眾戰的六個人,林聰、雷環、李葵、石守、孫申、黃順。 小流羅之中,受傷眾戰的就不計其數。 曹蓋聽說,就和吳用公孫勝落山來慰問,宋江皺失眉頭,臉帶受用。 吳用就勸他說,阿哥不用擔憂,勝敗乃兵家之嘗事,要不掛心呢? 我們另外再想一條好計策,來破他連環軍馬就是了。 曹蓋就下個命令,吩咐那些水軍,牢牢地保衛債賊船,堅守攤頭,日夜戒備,請宋江明上山去休息。 宋江不肯上山,他就在鴨嘴灘的宅宅住宅,只是叫那些受傷的頭領上山養病。 現在說說,敷賢卓他大莫全勝,回到本寨,解開連環馬,那些將士都陸續前來請公,殺死的不計其數,生禽的五百多人,奪得戰馬三百多匹。 接著,敷賢卓派人去京師報捷,同時一面好上三軍。 高泰衛接到消息,說敷賢卓收捕梁山博德省,派人來報捷,那心都不知多歡喜。 將日早朝就品咒給皇帝知道,徽宗皇帝聽了,當然是高慶頂,就命令賞黃蜂御酒十瓶,錦袍一見就派個官員,帶著十萬官錢的前女行刑賞賜給敷賢卓的軍隊。 高泰衛領的聖子一齊回到殿稅府,就派個官員帶著的東西去了。 敷賢卓知道有天使到,就和韓韜出了二十里以外去迎接,接到回來宅,謝恩受賞完畢,就擺走來款待天使,吩咐韓先鋒,把錢來賞給軍隊。 又說給天使聽,說已經捉到五百多人了,都混在寨裏面,就等捉賊手,一齊介護軍師,斬頭是種。 天使就問他,彭團蓮是怎樣失陷的? 敷賢卓就說,都是為因貪毒宋綱,深入重地就被人鋪了去。 這次那些賊購必定不敢再來。 小長決定分兵來攻打,無要肅清山仔,掃盡水蛙,琴鑊中賊,賊毀巢穴。 最可惡的就是四邊都是水,無路進去,隔遠地看看他們的債賊。 除非有火炮飛過去打,這樣就可以粉碎賊巢了。 小長一向聽聞東京有個炮手寧鎮,名號崩天女,這個人善造火炮,能夠打得十四五里這麼遠,石炮一落,天崩地下,山倒石裂。 如果得到這個人,就可以攻打賊巢了。 更見他精通武藝,攻馬閒叔,請天使回到京師的時候,在太衛面前講明這件事,火速派他來, 這樣就很快可以打落賊巢。 天使一旦答應,明天起程,翻對京師,見到高泰衛,他一五一十,將夫妍賊請求叫炮手寧鎮去,準備立個大功,就告訴高泰衛。 高泰衛聽了,立刻叫人傳甲丈夫副炮手寧鎮來,原來寧鎮他是煙寧人,是宋朝盛世第一名炮手。 人人都叫做轟天雷。 那麼寧鎮得宗命令就來參見高泰衛,當時接受了行軍統領官的委任狀,即日起程。 寧鎮是將英勇的煙火、藥料,以及已經做好了的角色火炮, 以及所有的炮石、炮架、裝載上車,帶了隨身衣甲批刀行李等等,以及三四十個軍士離開了東京,一路就去梁山博。 到了行刑,首先就來參見主將夫延長,接著就參見先鋒寒韜,文清了水仔遠近的路程,然後他就決定了,對於山仔險峻的地方,就安排三種炮來打。 第一是風火炮,第二是金輪炮,第三就是紫武炮,他命令軍事整頓炮架,運到水邊豎起來準備放炮。 宋江這個時候在鴨嘴灘的小仔裡頭,和軍事吳鶴鶴鶴商量破陣的辦法,總是無計可施。 有個探子來報告說,東京身份派了個炮手,叫做光天雷寧鎮,今天在水邊豎起炮架,安排放火炮來攻打營寨呀。 吳鶴鶴就說了,這個不要緊,我們的山仔四面都是水泊。 港灣那麼多,軟止成離水又軟,還使他有飛天火炮,怎麼能打到城邊呢? 我們放棄了鴨嘴灘小仔,看看他怎麼用火炮來攻擊我們再作商量。 當時宋江就放棄了小仔,一起翻到關上面。 朝凱、龔孫宣勝就接了他們來對議廳,就問了,我們怎麼破他呢? 都未談了兩句,就聽見山下的炮響了。 有一年放了三個火炮,兩個炮打得下水,一個炮一直打到鴨嘴灘邊的小仔上球。 宋江見到那炮這麼厲害的,心都不知道多幽滿。 宋江見到那炮,眾位球領,個個都變了臉色。 吳學舟就說了,如果有個人能夠引寧真來到水邊,先捉了這個人,這樣才可以商量破敵的辦法。 朝凱說了,啊!這樣吧!派李准、張環、張筍、三軟六個人,趙職,這樣做法。 岸上,朱和雷橫,敢敢敢敢接應。 於是六個水軍頭領,得了將領分成兩隊。 李准和張環,他們帶著四五十個色水性的軍士,用兩隻快船,由蜜疾疾的蘆衛林那裡,靜超超過去先。 後面呢,是張筍、三軟率領四十幾隻小船接應。 現在說是李准、張環,他上到對岸,就去到炮架旁邊,哇!這樣吵起來,就把炮架推倒了。 官軍見到蜂蜂報給寧鎮知道,寧鎮帶著風火兩個炮,提槍上馬,帶著一千多人追出來。 李准、張環帶著人就走了,寧鎮追到蘆衛灘邊,見到一字擺開四十幾隻小船,船上總共有八一二個水軍。 李准、張環早就跳了上船,他故意不把船炒開。 看著寧鎮的人馬來到了,噢吼,叫幾聲,跳下水。 寧鎮的人馬一到就來搶船,這個時候,豬同雷橫在對岸,吶喊雷鼓。 寧鎮搶了那麼多船,就叫兵鎮全部上船,殺過去。 驚訝那些船就罩到水中間,對岸的豬同雷橫打起羅上來。 在水底下,突然捐出四十個水軍,就將船尾的木質全部拿開了。 我們又有一些水,便便會沿入船。 外面,就趁勢有強尋船,那些冰軍就悶悶悶悶均跌落水。 寧鎮急著趾轉船頭撐,哈哈! 怎知道船尾那支路,已經被人拿了到水底。 船兩邊,捐出兩個頭領,把船一搬起,聲上,就整隻船吸了。 寧鎮被船吸了水,在水底,軟小燕在等著。 見到寧鎮落水,一手抱著,拖著他對岸,岸上早已有頭領等著,用繩子綁著他,借他上山。 這一次在水裏面山琴二百多人,有一半人在水裏面淹死了,只有少數人得命回去。 等夫妍卓知道,急急帶領軍馬趕到來的時候,船已經炸了過去鴨嘴灘,戰略遠,射不到,人又不見了,嗚咕了一肚氣!夫妍卓生氣了大輪,沒辦法,就帶著人馬回去。 現在說說李俊他們,逐到轟煎雷寧鎮,駕上山寨,派人先報告。 宋剛和全山寨的頭領,落到第二關迎接,見到寧鎮連望親自和他鬆綁,就埋怨那些人說:"唉,我叫你們以禮相請統領上山,怎麼這麼無禮啊?" 寧鎮當然拜謝不殺之恩,宋剛和他勁了走,拖著他的手請他上山。 去到大宅,寧鎮見到鵬喜已經做了頭領,就沒說話說了。 鵬喜又勸他說:"朝宋兩人在頭領,替天行道,招納豪傑,專等招安慰國家出力。 既然我們來到了,以後重命是吧。 宋剛又和他陪禮,寧鎮回答他說:"小人留在這兒都不緊要,無論我老母和老婆都是京師來,如果有人知道,肯定逐去殺了,那如知奈何呢?" 宋剛說:"這些請你放心,立刻就去接黎和統領團聚。寧鎮就很多謝地說,如果頭領能夠這麼照顧,真是死而冥目。 朝鎮就吩咐安排,宴席來興賀。 翌日,在大廳上,重頭領一起聚會,在喝酒的時候,宋剛跟大家商量破連環馬的計策。 那些傾來傾去,並無兩法。 至今今前炮子湯龍站起來說:"小人不才,想獻一條路, 除非用這種軍器和我這個哥哥,就可以破連環甲馬。 不學夠就問了。 賢席,你說下用什麼軍器? 你那個哥哥是誰? 當時湯龍就和大家說:"小弟的祖先幾代都是打造軍器為生。 先父因為有這種技藝,就得到老聰經由相公賞識,做了延安之仔。 先朝曾經用過這種連環甲馬取勝,想破他,就用歐蓮槍就行了。 小弟有祖傳的徒仰在樹,如果要打,馬上都可以動手。 不過這樣,小弟雖然會打,但不會洗,那誰才會洗呢? 除非我那個表哥,懂得歐蓮槍法的,就得他這個教頭。 這個是他家裡祖傳,不教給外人的。 無論是馬上或是步行,都有法則。 真是洗起來,神出鬼沒的。 話又未了,林聰就問他, 莫非他是現在金槍班的教師徐寧? 是啊,就是他啊。 林聰就說:"你不說起,我也忘記了。 這個徐寧的金槍法,歐蓮槍法,確是天下獨佈。 在京師的時候,我都時時和他會面,較量下武藝,我們彼此都相正相愛。 不過,怎能得他上山呢?" 湯龍就說:"徐寧的祖先留下一件寶貝,真是世上無雙。 是他鎮家之寶。 以前,小弟跟著仙父去東京探望姑媽的時候,也曾經見過的。 是什麼呢? 是一副眼鈴砌成的圈金甲。 這副甲,披在身上,又輕又穩,刀劍箭矢都不能入。 人人都叫他做菜堂藝。 很多貴公子,要求見客依老七都不肯給人看。 這副甲是他的命根,他是用皮盒裝著,放在我的房子正樑上。 如果能夠先弄這副甲,就不刀他不來這處。 吳蓉就說:"哦,如果是這樣,有什麼那麼難?放著有高手大兄在那裡,這次用得,就估上祖時千去逛一趟。 時千立刻回答說:"最怕沒有這件東西在那裡,如果有,我怎麼都拿到他回來。 湯龍說:"你如果偷到副甲來,我就包哄他上山。 什麼?"宋江問他:"你怎麼去哄他上山呢?" 湯龍就在宋江的耳邊,小小聲吶了幾句。 宋江笑:"啊,妙呀妙呀,這條雞仔非常之妙呀。 吳蓉就說,再叫三個人,一起去東京走一趟。 一個去東京,就買煙火藥料和火炮用的材料,兩個去接靈筒你的家人。 彭喜見到這樣,就起身說:"如果能派人去泳州接小弟的家眷上山,就感激不淺。 宋江說:"團連你放心,請你們兩位立刻寫封信,小弟就派人去。 就叫楊林帶著金銀和書筍,前去泳州接鵬喜的家人。 舍永呢,就扮成打武賣藥的,就去東京接靈鎮的家人。 李雲扮個客廂,去東京買煙火藥料等等。 洛王就跟著湯龍去。 安排好了,就先送時千下山。 然後呢,就叫湯龍打了一把歐蓮槍做樣子,就找雷橫做提調監督的大量製造。 原來雷橫的家裏也是打鐵出身,所以他在行。 那再說,湯龍打起了一把歐蓮槍做樣子,就叫山仔裏面打軍起的人照樣打造。 自然有雷橫提調監督不在話下。 之後呢,擺一個送行走。 楊林涉領李雲樂和湯龍刺別了大家下山。 翌日又送大眾下山,就叫他來來往往探聽消息。 現在只是說說時千離開了梁山坡,身邊藏了暗器和各樣行頭,一路就來到東京找一間客店住落。 翌日,他快點快點快點,就快點入城,問人金槍班教師隨便家在哪兒啊。 那麼有人指點他聽話呢? 進了班門裡頭,靠著東面第五間有道黑角門的就是了。 啊,麻煩你。 時千轉了進班門裡邊,先看一下前門,然後盪去後面,上了後門,見到一堆高牆。 在牆裡面看過去呢,就見到兩間小巧的樓屋,旁邊是有一條柱的。 時千看了一輪,又去問街坊了。 啊,徐教師是不是在家裡啊。 那些人就告訴他,派在皇宮裡直班還沒回來。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呢? 到晚上才回來的,今早五間就去皇宮直班的了。 時千說一聲,麻煩你,就回到客店,拿了行頭擠在身邊,就吩咐店小儀說。 我今晚當數不回來的了,房間就給我看著下先。 店小儀說,你放心去吧,不會有什麼事的。 時千再回到入城,吃了晚飯,就當去金槍班徐寧家裡。 兩邊看著,都沒有帶地方蹲得的。 看著天黑了,時千就縮進去班門裡面。 當晚,那天很冷,沒有月色。 時千見到土地廟後面有一棵大白樹,就爬上去了。 用兩隻腳夾著樹身,爬爬爬爬爬上樹頂,騎馬地騎著樹丫樹,靜悚地在那裡捉著。 好了,見到徐寧回來,就入了家裡。 又見到班門裡面兩個人,玩了個燈籠出來山門,上了鎖,那兩個人就各自回家。 這陣時,聽見潮流鼓響,打初肩。 時千見到班門裡面靜悠悠,就在樹上滑下來,走到徐寧後門。 他爬爬爬過去,真是不費吹灰之力,去過了去。 看著裡面,原來是個小小的丸子。 時千就縮在廚房外面,裝下。 看見廚房裡面點燈,有兩個丫鬟還在執拾東西。 時千在那裡柱柱爬爬上屋,各淫口版旁邊,就縮在樓上。 見到個金槍手徐寧,跟他老婆打對面,坐在爐邊背火。 他老婆呢,還抱著六七歲的弟弟哥。 時千在一個廚房裡面,哈!沒錯啦! 見到這條精良上面,果然有個大皮合磅在上面來的。 房門口就掛著一副弓箭,一口腰刀,衣架上面掛著各式各樣的衣服。 這個時候,就聽見徐寧喊了。 回鄉,你來給我接衣服他。 下面有個丫鬟上來,在旁邊那張春臺上面,就接了一件紫獸圓嶺。 又接了一件冠綠襯女的上衣,跟下面五色花獸踢喘,一個護航彩色錦柏,一條紅綠結紙就用包袱包做一包。 另外,用一塊黃布,就包了一條雙刷尾黎芝金帶,也放在包袱裡頭。 然後,就放在烘籠上面,這些紫獸都看到了。 大概到了二更以後,徐寧就收拾好東西,準備上床睡覺。 他老婆就問了,明天要不要去植班啊? 要啊,明天是天子駕幸龍符工,五更就要起來去事後了。 梅香啊,官人明天要五更起來出去植班,你們四更起來煮熱水,弄點點心吧。 時千聽他們這樣說就想了,眼見到梁上面那個皮盒,就是裝著褲甲在裡面的了。 如果我在半夜動手就最好的,不過如果曹尾上來,明天我不能出醒,就閉上了? 哼哼,不好了,還說等到五更才能動手都未遲。 時千聽著徐寧兩夫妻上床睡了,那兩個丫鬟就在房門外面開鋪,房裡頭在桌上點了眼燈。 那兩個丫鬟就從早上做到黑,就很累了,也睡著。 時千就滑下來,在身邊就拿了一支爐館出來,在窗戈眼伸進去噗,就吹,就把眼燈吹熄了。 他伏到四間左右,徐寧起身,就叫丫鬟起身煮水。 那兩個丫鬟,剛剛睡醒起身,見到房裡沒有燈,就說了,哎呀,閉上了一盆燈。 徐寧就說了,你還不去後面那盆燈,還等什麼時候? 那個丫鬟就開了樓門,下了樓梯,時千聽著他下樓的,走著柱上面,吹,地下落地,來到後門邊的黑頂伏低。 聽著那個丫鬟是開了後門出來,又開了牆門,時千就趁著你一陣子閃進去廚房裡,躲在那張桌下面。 那個丫鬟就拿了一盆燈進來了,關上門,就在到處透火了。 另外那個丫鬟也起身透了爐炭火上樓,沒多久水滾了,就捧了一盆洗面熱水上去。 徐寧洗完面朗完口,就叫坐熱的走上來,跟著那個丫鬟就拿了肉食燒餅上去。 徐寧吃完了,就叫拿些飯給外面值班的人吃。 時千就聽著徐寧下來,叫個徐松吃了飯,背著包袱,拿著金槍出門口。 兩個丫鬟點了眼燈,送徐寧出去,對了,時千就在這個時候,在桌底捐出來,上了樓,爬上一條大樑上面,伏在樹上。 那兩個丫鬟就送了徐寧出去之後,又關上門,錘色了燈,上樓脫了衣服,錄下又睡。 時千聽著兩個丫鬟睡著,就在樓上,用那支盧管對著眼燈,噗,吹,又吹著眼燈。 時千在樓上面,輕輕地解開了皮盒,正說想下來,啊! 徐寧那老婆很醒份,聽著响聲,叫個丫鬟說,…… 屋子,上面甚麼響啊 朝小姐來咳咳咳咳咳咳,學老鼠叫,丫鬟就說, 娘子你沒聽見老鼠叫嗎?哎呀,那臭老鼠打架,這麼大聲。 一邊就像老鼠打架,一邊就沖下來,靜悄悄地開了樓門,輕手輕腳地背著皮盒,落了樓梯,從裡面一直開到外面的門,來到班門口。 因為當時直班人要出門,四間人就開了鎖,得米啦,事先拿到那個皮盒,在人群裏面,趁人多就出去了,一條氣就扔出城外,回到客店門口,這個時候天還未愁光。 他敲開門,進去自己房間,拿了行李,弄好做一扇子,給了房錢,離開了客店,向東邊走。 走了四十里以外,才去飯店裡買些飯吃,這個時候,見到有個人撞進來,時先一看,不是另一個人,是神行太保大宗。 他見到時先已經得手了,兩個人小聲說幾句話,大宗就說,我把褲甲拿回山仔先,你和湯龍慢慢走來。 對了,時先打開皮盒,拿出那副眼鈴鎖子甲,就用個包袱包好。 但是總拿來背在身上,出了店門,做起神行法,就回到梁山博。 時先把胸皮盒大大方方地綁在一扇東西上面,吃了飯,給了錢,擔起一扇東西,出了店門就走。 走了二十幾里,就撞見湯龍,兩個人進去酒店商量,湯龍就說。 喏,你就跟著我來這條路去。 但凡在路上的酒店、飯店、客店,到門上面如果見到有個白粉圈的,你就進去,買酒、買肉吃,在客店就在那裡煮。 你就要特意把你的皮盒放在人們的眼前面給他們看。 喏,離開那些樹質站路那麼長,等我吧。 喏,遲遲你依照這個計劃走下去。 湯龍就慢慢喝了一輪酒,然後就走進去東京城。 那一說是徐寧家,到天亮了,兩個丫鬟起來了,哎呀,這扭門又開了。 我,落到下面看看,中門、大門都是沒有山的,就慌忙到處去看看,樣樣物件都有。 那兩個丫鬟就回到樓,對徐寧老婆說,哎呀,娘子呀,不知道為什麼呢? 那門全部打開了,之後沒有塞到東西。 徐寧老婆就說,五甲火鎮,聽見一條梁上面響,你就說是老鼠打架,你看看皮盒有什麼事沒有? 那兩個丫鬟就去看看,哎呀,死了,就叫上來說,哎呀,皮盒不知道去哪兒啊,娘子。 徐寧老婆聽了說,慌啊,快點叫人去龍符宮,報給官人知道,叫她早點回來找啦。 那丫鬟急急找人去龍符宮,報給徐寧知。 年輕求了三四趟人,都回來說,這麼長班,跟著御嫁去了內院,外面都是親軍保衛把守的,沒有人進得去的,要等她自己回來才行。 徐寧老婆和那兩個丫鬟,哎呀,真是急得好像熱鍋上面的螞蟻,走投無路,水又不喝飯,又不吃,放到疼疼疹疹。 徐寧一直到黃昏時候,才換了衣服服飾,叫徐寵背著,自己拿著金槍回家,回到門口,隔離二叔公說她聽了,你家裡被人偷了東西,嚇死你老婆來了,快點回去看看啦。 徐寧吃了驚,慌忙回到家裡,兩個丫鬟在門口等著她的了, 官人呀,你偷偷出去,被賊進來,什麼都沒有偷,就偷了在大糧上的皮盒呀。 徐寧聽了,哎呀,哭哭哭忽,那個虎子真是在丹田底下一直滾出來嘎嘎。 他老婆就說了,那個賊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閃進屋裡的。 徐寧說了,哎呀,別人都不要緊,這副眼鈴甲是我祖宗流傳四代的寶貝。 王太衛出到三萬冠錢要買,我都不捨得賣給他。 我怕將來軍前陣後要勇,我最怕有半點差錯,因此才綁在樑上面。 那麼多人想來看看,我都說沒有了,不讓人看。 哎呀,這次星章出去,只會被人恥笑。 好呀,這樣都失去的,如之愛好呀。 好呀。 好呀。 好呀。